内容引起舒适 女子违反交通 据受罚害撒破 推打交警被爆摔 8月20号 成都交警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火热传播 引起了网友们的疯传和热议 大家都纷纷赞扬视频中的交警 称赞交警的行为是教科书士执法 据了解后才知道 视频中的这名女子因为开车时没有挤安全带被交警发现并且拦下了 因为这位女子违反了交通规则 属于违法行为 交警就说不扣分 但是要罚款50元 尽管如此 女子不仅不接受处罚 还要阻碍交警执法 她还野蛮地质问交警拍啥子呢 交警就向女子解释说乃是执法记录仪 随后女子不鼓气 气势汹汹地冲到交警面前 多次推打交警 行为大胆 还一边对交警大喊着 但视频中明显看到 明明是她一次次地拍打推扫交警 嘴里却一直喊着说交警打她 如此霸道的女子 这下搞得交警也很纳闷呢 交警就说你在干啥子 搞清楚了哦 这明明是你在挑衅我 难道想碰死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